刚才我们用的是爬虫模式 对吧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 这个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 来接下来就讲一下 它的一个代理模式 这个代理模式和咱们 Bob Swift的一个原理是非常类似的 那既然原理类似的话 大家就要知道它的数据流量 是怎么走的 首先这是咱的什么 浏览器 浏览器上面就要配置什么 浏览器上面是不是直接要配置一下代理 你要不配置代理 浏览器是不是自己就访问原站去了 能理解啥意思吧 所以我们的浏览器要配置代理 然后我们的这个 Xray的话就要配置成什么 Xray还能再用这个爬虫模式吗 不能了吧 它也得用什么呢 代理 代理监听模式 代理监听模式 然后再去访问目标的什么的 网站 是这么一个流程吧 这么一个流程 那跟咱们当时的Bob Swift 是不是一模一样吧 对吧 浏览器去设置代理 这个地方需要去设置好代理 然后这上面需要去提前监听 咱们Bob Swift怎么监听的呢 是不是一打开它就自动监听了 那你如果把这个勾去了呢 还监听吗 对啊 这就这个意思啊 它默认是监听127.0.1的哦 OK吗 那怎么用Bob Swift的抓手机的包啊 或者用Bob Swift的 这个本机的抓Bob Swift的抓其他人的包 怎么抓 还能监听127吗 就得监听什么呀 是不是所有端口啊 这样的话局域网是不是才能防卫啊 对吧 这是一样的 咱们这个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想用Xray呢 去对吧 扫描其他机器的一个数据包啊 那这个监听的时候就要注意 不能去监听它默认地址啊 来我们接下来先走一下这个监听模式啊 这个监听模式啊 我们先把它跑起来啊 端口不能冲突啊 所以我待会会用一个新的端口啊 来监听模式怎么用啊 这是多选1的 -H 看到这里有个杠杠listen了吗 listen在哪呢 这呢 是吧 杠杠listen在这啊 所以我们去用的时候是杠杠listen 他没有简写啊 只有全称杠杠listen 不能再用8080了 因为8080已经被他占了 好吗 OK吗 那我们对吧 不能用8080 我四个八可以吧 啊 四个八 然后一样的输出结果 啊 输出结果可以选择 还是H0啊 这已经有几个H0了 抽一言 是不是有五个了 啊 那就 啊 杠杠H0 啊 6.H0啊 来走 啊 说什么呢 这个语法错了啊 语法报错 所以直接就没起来 好吧 啊 不能只指令一个端口 还要指令什么呢 IPD 如果只需要本级访问 那就127.0.1就可以了 如果信息也需要用的话 那就监听0.0.0 OK吧 嗯 好 那我这边就监听自己的啊 没问题啊 来走 啊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去监听 127.0.1 看见配置没 嗯 啊 他已经监听起来了啊 那我们的这个火狐 怎么让他去把这个包发给到啊 Xray上面呢 是不是要去改配置啊 啊 找到设置 然后呢 啊 拉到底啊 常规配置里面拉到底 有网络配置 啊 然后这里就要把端口改成 四个八 对吧 确定 啊 好 这样就改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随便请求他试试啊 来 访问一下这个啊 DVWA 是不是就进来了 嗯 啊 来再看Xray这边有没有反应 啊 啊 我刚才是不是已经改成四个八了 嗯 这样看 保存没有 嗯 嗯 嗯 啊 那保存了对吧 啊 保存了应该没问题啊 来 来随便点一个啊 啊 比如说点这个 搜个注入啊 啊 已经防不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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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录路不在 非常表录 我能把 都会 好啊 就让他们拿 表录 这 过分了吧 是吧 啊 啊 啊 瞅着数据库好像还在呀 嗯 删不掉了 删不掉了 哈哈 哈哈 同志们看到没 哈哈 死死 玩坏了 这是把人家数据库物理删除了 所以要重启一下服务 不知道能不能重启起来 再瞅一眼这个下面 是不是已经没有这个dbwa的目录了 我们再进到数据库里面去 这时候再去访问他 应该要重装一下了 走 呀还能进来 这不太对劲了吧 关个页面访问一下 出现这个界面是不是才正常了 那得安装一下 连不上数据库了 可以了 被玩坏了 现在应该就好了 对吧 再拿火壶这边 刷一刷 我们再试一试 可以了吧 再看查瑞这边 呀 一点反应没有 不太对吧 刚说他一点反应没有 来了是不是 看到请求吗 这上面有火壶的 看这个UIL 是不是火壶的 下面是单dbwa的 然后他已经有四个对列了 看到没 然后已经发起了三百多个请求 他不是这么实时的 他需要等会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把他点啥 他就怎么样 是不是出现啥呀 什么文件包含等等 那点的越多 他就 待会对列应该就越多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这边这个信息呢 是大概五秒刷新一次 大概等五秒 他就会刷新一次 这个模式 好处就是 你不用再担心 这个什么的 不用担心 这个账号密码的问题 对吧 再复杂的验证码 是不是都能过去 但是这个 可能就是效率比较低了 配主件的cookie 那这个时候 他配主件里面就不需要cookie了 就可以继续把他怎么样 注视掉 大家应该都被他的配主件坑了 是吧 这个配主件必须对齐 对 多了个空格就凉了 因为他的配主件全是对齐的 所以你看 是不是显得很好看 很整齐 这是压妙格式的一个要求 配主件必须对齐 这是上一层的配主件 然后这是他的下一集 如果还有下一集 就要再继续缩进 OK吗 层级结构非常明显 这就叫做压妙格式 来把它保存 然后再瞅一下这边 这感觉半天没刷新了吧 刷一刷 这上面这么快已经有test了 这 有可能卡了 但是对列里面显示还有四个没请求 对吧 鬼车 这屏幕刷的 那就是卡了 是吧 好 那这里大家是不是应该看到了 已经扫了三个 对列里面是没有了 那你再点点 可能就会再增加一些其他的 好吧 这个我就不继续再继续试了 这个模式就需要你自己人工 把所有页面怎么样 点一点 那你每点个页面 他就会把这个 你看这是发起了什么 重新项的 对吧 这上面还有这个什么文件包含的 他会试好几次的 同一个URL 他都会试好几次 那倒也不会崩 可能就是卡 你点的太快 他扫不过来 对不对 这个目前来说 只要你不再继续点了 他是不是就卡在这了 只有再继续点的话 估计才会扫描 还有啥没点呢 玻璃破解 那玻璃破解他 点个啥呢 是吧 这是不是没什么好点的呀 你看你点完之后 是不是又扫了几个 看来他经常卡住 得悄悄回车什么的 是不是又扫完了 对列没有了 没有了他就扫完了 所以这个就是推一下动一下 是吧 那已经扫完了 你就可以直接放心的 卡尼尔C了 官方不会自动卡尼尔C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你还要不要点 对吗 他自动结束了也不太好吧 万一我还要点呢 是不是 所以官方说了 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束 当你觉得你扫完的时候 就直接怎么样 自己手动卡尼尔C 好吧 我已经按了好几次 卡尼尔C了 没反应 卡住了吗 好了 他已经不获到我按了卡尼尔C了 所以是不是告诉我 任务完成了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打开这个页面 刚才我这个叫六点一千秒 对吧 你看 还没有刚才这个带密码扫得多呢 是不是 但是好处呢 你不用再输账号密码了 我们再打开这个看一下 这是他扫出来的信息 也不少 27个 跟这个相比呢 那还是稍微少了一点点 因为还有好多页面 咱自己没点过 OK吧 这是这个叫做什么呢 代理模式 然后咱们也发现了一点点问题 代理模式呢 可能会去扫这个火壶啊 什么一些其他的UIL 对吧 那这个解决办法呢 我们在后面也写了 在最后面也写了 在这里啊 如果扫的并不是咱们想要的网站 还是改配主念 改这个配主念 找到配主念的这个部分 主动扫描 被动扫描模式里面 有一个hostname 这就只代表 只允许扫这个网站 它的格式能看见吗 那这个我们找一下是在哪啊 来找到他说的这个 这是全局配置 不是这个 这是插件配置 也不是这 再往下面找 这是这个反转平台配置 也不是这 就这 被动代理 是吧 这有证书 咱们Bub Show的 在用这个代理模式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配证书啊 他同样也要配啊 然后下面就有hostname了 他原生的格式是这样写的 能看见不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地方 把它怎么样的 把这块给它删掉啊 OK 来注意这是一行啊 看到这 是不是140行这里啊 再往下敲 然后直接就在这儿去加横杠 这就代表 允许扫描啥了 跟下面这是对齐的 这下面是不允许扫描啥 对不对 一个横杠 充电空格 然后单引号 那咱就让它 只扫描什么呢 192 168 129.100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待会我要去扫一下我的博客 注意啊 这上面是不带协议的 只要域名就行了 比如新 偶的墙点什么的 com 要么写IP 要么就写域名 这是我加了两个 如果还要继续加 就往后 跟它的格式一样就行了 来 我保存了 好吧 我已经保存了 这样的话 再去扫的话 就不会出现什么的 是不是火壶了 最明显的一点 就是咱把火壶关了 重新开 你就知道它有没有扫火壶 就知道了 好吧 昨天是不是有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 上来就把这个一开 再去开火壶 发现 扫了一堆火壶 是不是 来 那我这边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之后 我们再重新打开火壶 看它还扫不扫火壶 来 正常来说 对吧 你看第一次 这有个警告 是吧 那证书咱们还没安装 我们还没有安装它的证书 所以这个地方 看 它证书是由这个什么的 Xray扫描器造成的 是吧 跟原证书是不匹配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警告 来接受 那这时候 这个证书这里是一个感叹号 那我们来看 这里明明已经出现了火壶的一个页面 这边有扫吗 没有 没扫 然后我们再访问19.100 看它有没有 有没有 是不是来了个请求 是不是也开始扫了 所以这个配置有没有作用 有 完全有的 来 这个就解释这么多 行吧 OK 这是第一个 怎么去排除其他域名的干扰 对吧 我们就只是想扫描目标网站的 你别把我点的每一个请求全扫了一遍 是不是 好 这是这一块 然后我们刚才扫的是HTTP协议 那是不是也要扫HTPS 扫HTPS就要注意了 来 咱们 你看这个 界面已经有点卡了 我们可以把它关了 重新开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 PowerShell开的时间太长了 鼠标右键 这个中端打开 好像就是PowerShell是吧 来 就在这空白目录下 鼠标右键 是不是有个中端打开 点一下 好像就是PowerShell 看到没 是吧 还是挺省事的 来点斜杠 XRE 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用刚才的 历史命令还在 这是不是比CMD强多了 这比CMD强太多了 7点X秒有了 我们就赶什么8 走 又开始扫描了 好 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让它扫这个HTPS 对吧 来 那我们首先是要有证书 其实它早就生成证书了 看到没 能看见 来 对双击就可以安装 安装 注意这个CMD证书是不受信任的 所以如果要启用信任 把它装上的时候 受信任的跟证书颁发存储区 对不对 好 那这是当选用户 那如果你电脑上有多个计算机用户呢 那如果希望所有用户都生效 那就选本地计算机 好 然后这个地方千万不要默认 默认就错了 选择这个受信任的颁发机构 确定下一页 对来导入完成 这个导到的是系统里面 相当于是导的全局 OK吗 导的是全局 但是火谷好像不认它 就是谷歌浏览器 还有微软自带浏览器 以及其他软件都认 但是火谷好像不认 火谷有自己的一套证书管理 好吧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找到什么的 火谷的安全 然后再往下找证书 证书搁哪呢 是不是这一块 查看证书 因为它就靠证书挣钱 所有的浏览器都靠信任 CA证书挣钱 没问题吧 好 我们点查看证书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有很多证书了 看这些全是亚马逊的跟证书 来咱们点导入 找到咱们的查瑞 查瑞在这个 这 我已经点到这来了 来 是不是就自动找到这个CA证书了 点它 把这两勾都勾上 OK 好 我们点一下确定 确定 这是不是就打进来了 所以 我刚才已经配了奥特强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直接扫什么的 奥特强 看下这边有没有反应 有没有 有 是不是看到奥特强了 这已经出现奥特强了 那我随便点个页面 这个千万不能点太快 查瑞的这个代理模式性能很弱的 好吧 你点太快了 它根本反应不过来 能明白的意思吧 这块千万不能点太快 当然想扫更多漏洞就要干什么的 登录了 各位这边我就不登了吧 安全 这里我就不登了 效果演示到位就行了 好吧 那这里就是这个用叫做代理模式进行扫这个网站 有HTB和HTPS 这个区别和之前是不是也不太 没什么区别 这个我们就不去细说了 那目前HTPS网站好像也没别的 是吧 对吧 咱不能扫人家的什么京东啊百度吧 那肯定不好啊 你们扫我的就行了啊 白鬼可以扫是吧 上证书了吗 上证书了吗 上证书了是吧 那行 老王有授权啊 那就可以扫了啊 扫兵啊 扫兽 这一块我们就说这么多啊